是智慧 所以秦与无秦 同音种智 因此 我们对无秦众生 要共进 也就是 对树木花草要共进 对山火大地 要共进 对自然现象 要共进 这再叫诸佛了 统统是诸佛了 就真正学佛人 看到一个蚂蚁 合掌蚂蚁菩萨 看到一个苍蝇 苍蝇菩萨 看到一个草小草 小草菩萨 树神菩萨 花神菩萨 这不是迷信 这是公进 离尽诸佛 为什么呢 同一个自信变的 我们都聊 鲜熟过丝的 望尽还原观 讲得多详细 整个宇宙 万四万五 是一体 一个自信 清净 圆明体 都是这一体变现的 体是一个 是自信 自信 语言明 这是说自信的信德 语言是圆满 明是智慧 那个云里面 自信的圆满 我们今天讲 觉悟的圆满 向好的圆满 把智慧 智慧另外说一个 明是智慧 真是华音经上 佛说的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 德相 德相 用一个原字 来代表 智慧 用个名字 自信 圆明体 这是 这学里面所讲的本体 整个宇宙 从哪里来的 自信变现的 魔是自信变现的 人也是自信变现 佛也是自信变现的 菩萨还是自信变现的 乃至于树木花草 山河大地 都是自信变现 一提 变法界 虚空界 跟自己是什么关系 一提 那么的 恭敬他 就是恭敬自信 这是 华严的 宇宙人生观 一提 一提 到什么地方 去找对立 对立找不到 对立找不到 哪里有矛盾 哪里有冲突 什么问题 都解决了 所以 学华严 学普现行 决定得 大圆满 究竟圆满 对立 对立 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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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